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开关 哇 果汁打好了 把开关关掉 然后呢 把我们的橙果汁的容器拿下来 打开盖子 接下来呢 咱们来吃一下这个苹果 来炸苹果汁 好 把苹果放进去 盖上盖子 好了 然后再拿下另一个容器 再来切一下檸檬 好了 柳果汁也做好了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蓝色的容器里面吧 好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榨完的果汁 放到我们的这个模型里 做成一个一个的小球 就是一个小漏斗 那我们先来制作一个苹果味的冰淇淋球 好了 模具被我们的果汁注满了 现在我们就要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一下 好 打开冰箱 把橙油果汁的模具放进去 我们再来制作其他两种颜色的 猕猴桃口味的 好了 上面已经满了 好 我们给它冷冻一小时 一会儿再过来看看吧 来看看我们的果汁冰冻的怎么样了呢 先来看看这个绿色的 哇 现在猕猴桃的果汁已经被冰冻成了猕猴桃冰淇淋 一个一个的小球好可爱呀 我们来看一看柠檬味的 哇 哇 好漂亮 太诱人了 再来看一看苹果味的 呼呼 特别的鲜艳 嗯 非常成功 沛琪快来尝一尝我们的最新冰淇淋 嗯 真好吃呀 我还是同一次吃这样的冰淇淋呢 那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冰淇淋呢就做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订阅我们哦 好 下期见啦 拜拜